一个整日偷懵拐骗的该溜子 靠作弊潜入少林寺 被罚搭鹏休憩一年 竟意外修得少林绝顶武功 化身一代高僧打抱不平 这样的故事你有听说过吗 这个和尚名叫周仁杰 不过说是和尚 但其实却是个假和尚 由于周仁杰家境贫寒 只有一个在染部场工作的哥哥周时生相依为命 而他自己又好吃懒做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于是便整天假扮道士和尚 骗骗鲜油钱卖卖假药 才能勉强维持这样的生活 不过周仁杰也算是干一行爱一行 装和尚就真的把头发剔了 装瘸子就敢把腿打断 至于是真的打断还是假的打断 那就不敢保证了 久而久之周仁杰练就了一身 办什么像什么的本事 近日周仁杰的哥哥在染坊中受了欺负 天下老板一般黑 竟下令要扣除所有工人两成的工资 还专门请来了满洲石棍做打手 说是扣的两成工资 是请满洲石棍做护院的费用 周时生自然不愿意 于是便号召工人一起辞职 实料那染坊总管不仅不放他们走 还让满洲石棍把工人们打了一顿 一群直动染布的工人又怎么可能敌得过 慧武功有棍棒的满洲石棍 个个被打得遍体鳞伤满地打滚 周时生不忍见大伙受苦 于是便只得答应扣两成工资 但是工人们心里肯定是不服气的 于是爆牙男阿超想到了 办什么像什么的周仁杰 于是便找到周仁杰 求他假扮少林寺高僧三德和尚 帮他们要回工钱 讨回工当 周仁杰虽然心里怕得很 但是也不忍心看哥哥和街坊邻居受人欺负 于是便决定去试一试 一番商量计划后 阿超他们利用美人计 将满洲石棍引到了树林中 假意要和工人们一起围殴 实际上 确实跟假扮成三德和尚的周仁杰 一起演戏来骗满洲石棍 只见周仁杰利用铁丝从大树上飞下 让满洲石棍误以为他有盖世轻功 又让工人们配合 营造了自己内力深厚 全封惊人的假象 三德和尚本就威名赫赫 再见到这周仁杰一番装神弄鬼的功夫 满洲石棍果然被吓到 承诺不日就会将苛扣工人们的工钱给补上 但是骗得过小卒 骗不过大帅 染料坊的老板听了满洲石棍的话后 对周仁杰假扮的三德和尚起了疑心 又问他们有没有和那个三德和尚交过手 当得知手下只是看那个三德和尚漏了几手 但并未亲自跟对方交手 便猜测这其中有猫腻 于是便让满洲石棍去将那个三德叫过来 自己亲自和他过过手 周杰上次假扮三德和尚成功后 回去被工人们一顿吹跑 也然觉得自己就是那少林色的高僧三德和尚 所以得知满洲石棍再次找他上门后 便大摇大摆的领着阿超去了染坊 哪知那老板上了就要跟周仁杰过招 周仁杰怎么推脱都逃不掉 于是他这只老虎瞬间就被捅破了 不止自己被暴揍了一顿 就连维护他的民工也都遭了羊 这一次染坊老板在场 那满洲石棍更是有恃无恐 下手比上次还要重 工人们旧伤未好又添心伤 但是打又打不过人家 就把气发到了周仁杰头上 说他们这次被打 都是因为周仁杰伴的三德和尚漏了相 全然忘记当初是自己去求的周仁杰 而周仁杰与那染坊老板无怨无仇 全是为了帮他们才被打得鼻青脸肿 就连周仁杰的哥哥也怪周仁杰 不听自己话 安安分分打工 却整天扮和尚糊弄人 周仁杰气愤不已 对着屋内的工人吼道 自己现在就去少林寺学习武艺 待自己学有所成时 可不要再来求他周仁杰 本来周仁杰说的只是气话 再加上自己懒散惯了 怎会愿意去少林寺吃苦学艺 但是阿超和小红这次找到了他 在二人对他的鼓励下 周仁杰终于坚定了去少林寺学艺的信念 中午他顶着烈日 终于来到少林寺山脚下 看到一大群僧人在那打鼓子 周仁杰本想走近些看看 却被老和尚误以为是偷懒的和尚 于是便让他去打 但少林和尚打鼓子的方法 那可是妖马合一一泄千里 周仁杰这假把式上去就被和尚们识破 被教训了一番后便被赶走 但此时一心想要进少林寺习武的周仁杰 身子上全是一股满劲 一记不成再生一记 在路边的州里下了泄药 一个倒霉的和尚喝了粥后 腹泄不止 于是周仁杰便趁机偷了他的菜单子 想假装买菜的和尚混进少林寺 但是那菜单子几百斤重 虽然少林寺的和尚们挑着轻而易举脚下生风 但换了啥也不会的周仁杰 便左摇右晃脚不量抢 被门口的和尚一眼识破 再次被人赶走 碰巧他在路上听见有人说 三德和尚收徒弟有个规矩 凡是学满了一年的俗家弟子都可以下山探亲 如果能够抵住尘世的诱惑便可再来山上接受考核 考核过后便能被他收为徒弟 而明天便是考核日期 周仁杰听后便用扫帚头染上墨汁做成假发 扮成俗家弟子去参加考核 考核的第一关是一条沙地长廊 廊中的机关变化莫测 前边的几人都中了各种机关 周仁杰见此聚意揍声 恰好看见少林和尚施展奇异步伐 清理沙地的脚印 周仁杰脑筋一转 便伪装成被少林和尚跳了出来 并谎称可以用自己的贴身步伐过沙地 谁知他所谓的贴身步伐 就是贴在少林和尚的身上 和尚发现自己被玩弄 本想发怒 但被师父笑着阻止了 认为不管如何 周仁杰也算是过了这沙地 便由他进了第二关 第二关是插箱铁柜 要过此关 就要用刚进的指令捅开柜门 再以快准稳的手法把箱插好 周仁杰没练过功夫 死活也打不开 便想糊弄过去 好在旁边的僧人念他过了第一关 也算是半个少林弟子 便帮他过了这关 并顺手教训了他几下 于是周仁杰就这样 稀里糊涂地通过了考核 顺利进入了少林寺练工房 看见一条同游路 便想要上去尝试 哪只刚上场就惹了个大笑话 假发上的墨汁流了一脸 刚好三德和尚来了 周仁杰便激动地要跪地拜师 三德和尚没说不答应 只是要周仁杰去井边 把头发先洗干净 但是却不能用水桶 只能用石头 于是周仁杰便用绳子拴住石头 虽然每次都能积起水花 但总是不能临到头上 直到夜晚 周仁杰才逐渐找到窍门 把头发洗干净 于是便欣喜地去找三德和尚 谁知三德和尚竟一把抓下他的假发 拆穿他的谎言 但念起满腔学艺之心 又适逢少林寺十年一次大修 便将三十六房竹棚搭建 全交给了周仁杰 于是周仁杰便开始搭竹棚 但还是忍不住偷看练工房练舞 并一边工作 一边跟着练 终于在一年后搭好了竹棚 但三德和尚竟让他再拆了竹棚 并在拆完后离开少林寺 这下周仁杰急了眼 竟和三德动起手来 两人你来我往 将练工房中所有关卡 都闯了个遍 但周仁杰却傻傻不知 最后无奈下了山 周仁杰再见到那帮工人 本想斥责他们目不食猪 但见他们各个生活窘迫 被燃坊老板欺辱的厉害 便去找燃坊老板讨回公道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时隔一年 周仁杰再次穿着袈裟来到燃坊 但这一次 他可是带着满身的本事来的 而且名号是少林高僧周仁杰 只见他三下五穿二的 便用搭棚弓将满洲石棍全部放倒 并把老板引到竹棚内 破掉了他的板凳弓 最后燃坊老板 也是被周仁杰的武功和品格征服 为工人们补齐了苛扣的工钱 那么对这不具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再去看一下原版视频 回味一下经典 品味一下人生